天气变化真的很快 昨天还在下大雨 今天早上已经有大太阳了 但要请教学生同 是不是入夜之后又会变冷呢 请教您 没有错 在昨天和今天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天气形态 昨天晚上的雨下得蛮久的 而且下得还不小 但是到了今天早上 这雨就停了 白天太阳升起 温度也跟着升高 但是我们要特别留意 封面通过之后 干冷空气难下 所以在早晚的时候 局部地区温度会来得比较冷 要注意 我们先来看到在温度的部分 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北部高温大概落在22度 中部地区24到25度 南部地区26度 但是到了今天晚上温度会下降 北部的温度只剩下大概15度左右 中部地区大概也只剩下17度 南部地区21度 但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会更冷 所以北部的低温在明天早上 有可能只有11度 而在中部低温只有12到13度左右 南部地区17度 所以提醒今天晚上 明天进城是最冷的 早出晚归 这衣服还是要穿得多一点点 再来我们看到降雨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其实未来一周水汽 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多 只有在礼拜五 礼拜六 华南 云溪一波一波的冬移 会造成在北部地区 还有在东半部地区 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而一直到礼拜日 礼拜一 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 降雨几率才会再度的提高 到时整个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 甚至中南部的山区 都会有短暂震雨出现 再来我们看这一周的温度趋势 大致上来说 在礼拜二 礼拜三 甚至到礼拜四的上半天 都是冷气团影响的范围 早晚会比较冷 但是白天太阳升起之后 温度会回升 它是一个比较干冷的天气 而到了礼拜四 冷气团减弱了 温度会一天一天还要来得再更高 一直到礼拜日 封面通过水汽增加 以及后头的东北季风南下 这温度才又会掉下来 所以我们提醒 在未来一周呢 其实白天的温度 都有机会来到20度左右 但是早晚的温度就比较低 日夜温差大概都在10度 提醒早出晚归 事实添加义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